第293集 静怡公主见杜九妹无聊,就跟杜九妹聊天,道 小九,你看,今年和往年有何不同? 杜九妹挠头,摇摇头道 嗯,除了比去年人多,貌似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哼,以前大多是未婚女子过来,你看,今年已婚的女子也来了不少 静怡公主道,荷花会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已婚的女子不能来 但大家自觉不来,毕竟这是贵妇们相看的儿媳妇的地方 哦,杜九妹还是一周 大嫂说的是,已婚的女子的确来了不少,这是为何啊 静怡公主笑嘻嘻道 哼,大部分和我一样,觉得好玩才来的 你也知道的,陛下力心节俭,不支持大班宴席 故而大家平日里想要见这么多人,就只有参加荷花会和梅花会 哼,原来如此 杜九妹恍然大悟,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她这样喜欢亲近 不喜欢这么多人的地方 再者,大进朝没有电脑,也没有网络,更没有游乐场,玩乐的地方太少 这些年轻小媳妇在家里无聊,当然想多出来走走 除了偶尔去城外灵化寺上乡,几乎没有其他的活动场所 若是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弄一个会所,一定会很赚钱 杜九妹心里想着,等回去和大嫂说的 可万万没想到,已经那个貌似会所的地方,已经开业了 这是后话,今天的荷花会,还是和瑞大长公主主持的 当她的眼神落到杜九妹身上之时,微微一愣 心说,待会要派人去看好女儿,免得又做出有损体面的事情 一开始,家里表演节目,能上台的都是有所准备的 不时引来大家的掌声 杜九妹看节目的时候,也在观察其他人的反应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今年太子和二皇子等皇子们都没来,只来了几个公主 太子和二皇子几乎每年都会来 现在没来,定是朝中出了事情,让他们有所顾忌 虽然皇子们没来,让一些贵女兴致不高 但也来了不少世家贵公子,也不算冷场 上午的表演很精彩,午饭之后便是自由活动时间 杨氏和静怡公主要应付世交 加上身边有个文夫人,他们要帮着介绍 让文夫人尽快融入京城的圈子 杜九妹觉得无聊,找了文淑梅一起去外面走走 这里太多人了,杜九妹非常不舒服 找个凉快的,人少的地方,两人好好聊聊 两年不见文淑梅,杜九妹个子长高了 文淑梅的个子也高了,和杜九妹差不多 不过两人的脸上还是有点肉肉的,很可爱 但没有以前的那么胖了 两人来到荷花池边上的一个小亭子里 凉风徐徐,十分凉快 在这里坐坐吧 文淑梅道 挺凉快的,别到处走了,我怕热 文淑梅和杜九一样,都十分怕热 那好,我也怕热,这里挺凉快的 杜九妹应下 你刚才看到吴碧莲了吗 文淑梅来了兴致,道 看到了,我还以为看错了呢 文淑梅可是知道吴碧莲做的那些事情 对她也算有几分了解 你没看错,那就是吴碧莲 她和西姐的年纪差不多,还没成亲 是不是吴碧莲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杜九妹问道 文夫人在当地不少朋友 想必会得到一些消息 文淑梅满眼八卦,道 没看到吴碧莲,我还想不起来 你还记得一直跟在吴碧莲身边的那个陈玉琼吗 记得啊 我记得吴碧莲,陈玉琼 还有一个叫柳如梅的女子 三人形影不离 杜九妹对她们的印象非常深刻 到现在也能记得她们的名字 哼,没看出来 你还记得她们的姓名 文淑梅道 若不是你说出来 我都记不得柳如梅了 哎呀呀,别跑题啊 杜九妹提醒 这个文淑梅和以前一样 说事情总是跑题 她赶紧提醒 还不知道扯到什么地方呢 文淑梅善善笑的 啊,差点跑题了 小九经常说她这个毛病 可就是改不了 杜九妹翻翻白眼 美女,你已经跑题了 那吴家是广陵王府的大户 可因为吴碧莲的伯父突然去世 吴家已经没有围观的人了 加上吴家经营不善 生意大不如前 便卖了大部分的铺子 全部被陈家卖去了 跟在吴碧莲身边的陈玉琼 一赶以前的毕恭毕敬 不理会吴碧莲了 而且吴碧莲也被退婚了 那家又和陈家定亲了 定亲的对象就是陈玉琼 文淑梅唏嘘 即使陈家得势了 可这陈玉琼也太过分了 天下男人那么多 为什么要抢朋友的男人 幸亏我没有这样的朋友 否则我能气死 狗富贵物相忘啊 杜九妹老气横揪道 我家朋友 从来不看家事 只看人 我也是啊 文书梅道 你是我的朋友 之后才是广陵王府的姑娘 那这吴碧莲被退婚了 在广陵府的确不好找了 来京城 不是为一个好的选择 杜九妹点头道 唉 在广陵府 那吴碧莲就能整出那么多事情 到了京城 还不知道这吴碧莲 能做出什么事情呢 唉 以后远着点 反正她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文书梅也是见识了吴碧莲的手段 她自认为比不上吴碧莲 舍不起还躲不起啊 杜九妹复合 你说的是 我回京城了 我想跟你一起去军山上玩玩 文书梅道 从杜九妹的信里 她知道杜九妹一直在军山上 对那里很好奇 行啊 就怕你忍受不了山上的寂寞 杜九妹道 若不是她在山上酿酒 她也过不了这么长时间 现在军山上的山洞里 已经放满了杜九妹酿造的酒 有你在我就能忍住 文书梅笑道 你是我的开心果啊 嘻嘻 彼此彼此 杜九妹笑笑 你也是我的开心果 对了 美女 给我带了什么礼物 文书梅神秘一笑 小声道 现在还不能说 你再等等 杜九妹更加好奇了 只是文书梅神秘兮兮的 现在问 这丫头也不会说的 正说着 李贤平过来了 子婿见杜九妹无所觉 小声提醒道 贤平君主过来了 杜九妹一愣 转头一看 这李贤平还真是往这边走了 已经拐到这边亭子小路上 来者不善啊 这女人 就是那个抢了你未婚夫的女子 文书梅眯着眼睛 上下打量李贤平 眼睛落在 李贤平的肚子上 便猜到那女子 不是个善茬啊 是啊 那女的怀孕了 咱们还是把这个地方 让给她吧 杜九妹的 这女人 脑子有问题 每次见到我 都跟一个斗鸡一般 总要找我麻烦 若是以往 我也不怕她 只是她怀孕了 出事了 那就是两条人命 我还是躲躲吧 你说的是 文书梅的 的确不是 一技之争的时候 杜九妹文书梅准备离开 可是出亭子 只有面前的一条路 现在还被李贤平站了 他们没法出去 杜九妹只得站在一边 等李贤平进来了 她再出去 李贤平一边扶着丫鬟 一边扶着自己的腰 得意洋洋 看着杜九妹的 哎哟 这不是大名鼎鼎杜九吗 杜九妹挑眉 果真是来找茬的 既然别人都已经放话了 杜九妹也不退缩 等 哼 贤平君主过奖了 比起你 我自愧不如 呵呵 李贤平已经站在 亭子入口处 堵住了来路 你是不如我 否则现在有孕的人 就是你了 呵呵 杜九妹冷哼 贤平君主说笑了 我说没说笑 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 李贤平吃笑的 哼 装模作样 你现在一定是嫉妒我吧 杜九妹诧异 以前的李贤平虽然蛮横 但却自持身份 绝不会说这样的话 可成婚后 而且有了身孕 李贤平比以前更加尖锐 可见婚后生活不如意啊 杜九妹嘴角上翘 这样的女人真可悲 他在李贤平的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前世 在发现王家明 有了外遇之后 尤其是在知道 那个小三 就是自己的好友 刘敏的时候 他备受打击 即使王家明 已经保证不见刘敏 他还是疑神疑鬼 惶恐不安 那时候 他并没有冤枉王家明 那个没良心的男人 的确和刘敏有来往 可冷水寒 是证人君子 在赐婚之后 除了那次 在军山顶 见了杜九妹一面 再也没有私下 见过杜九妹一次 也没有其他的联系 从这一点看 冷水寒是骄傲的 同样 杜九妹也是骄傲的 即使面对刻薄的李贤平 他身正不怕影子鞋 李贤平堵着路口 杜九妹文书梅过不去 只得和李贤平 站着对峙 这个女人真烦人 居然堵住了出口 杜九妹不想和这个女人对上 现在也得对上了 既然贤平郡主 喜欢这个亭子 我们让出去便是 杜九妹虽然想对付李贤平 但念在李贤平怀孕的份上 她这次决定退让 李贤平再一次 挺挺肚子 得意道 那都不好意思啊 说完这话 李贤平并没有让开路口 得意洋洋看着杜九妹 显然是来找茬的 杜九妹见状 便猜测到 这李贤平今天是不准备善聊 给边上的一个女侍卫 使了一个眼色 那个女侍卫纵身飞过亭子 去给何瑞大长公主报信 李贤平一气用事 能够管住李贤平的 也就何瑞大长公主了 李贤平面色一僵 道 杜九 你可真是大胆 哼 没有郡主大胆 有了身孕 不好好在家里安胎 也不怕有闪失 杜九妹点出 李贤平有了身孕 希望李贤平 可以顾忌肚子里的孩子多一点 不要贸然行事 李贤平听到杜九妹这么说 看出杜九妹忌惮她的肚子 呵呵 那就更好了 今天她要给杜九妹 一个难忘的教训 一辈子抬不起头 多谢你的提醒 只要不是那些 别有用心的人陷害我 我是不会有事的 李贤平看向杜九妹的眼神 一有所指 就好像杜九妹会害了她一样 这女人真会作 要是真担心的话 你在家里好好休息便是 来这里做事 她杜九妹虽然看不上李贤平 甚至是讨厌 但也从来没想过 要对李贤平的肚子下手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杜九妹提高警惕 防止李贤平 往她身上泼脏水 你我之前有些举语 大家不说 不代表不存在 郡主还是离我远一些 免得自己崴了脚 还要怪罪在我头上 栽赏陷害我 杜九妹事先说道 阻止李贤平过来 可李贤平 就是来找杜九妹麻烦的 怎么会放过 这么好的机会 李贤平继续往前走 杜九妹和文书梅 连连后退 呵呵 怎么了 怕了 李贤平看到杜九妹 面色难看 颇有几分得意 你杜九妹也有惊天啊 你不是很猖狂吗 你继续猖狂啊 杜九妹眯着眼睛 道 李贤平 你不要过分 过分 李贤平恼怒的 再也没有比你杜九妹 还过分的人 她已经不要你了 你为什么还缠着她 杜九妹现在 但略有着急 但心里也有几分畅快 以为抢来了 就是你自己的了 想的也太简单了吧 文书梅有点害怕 小声道 小九 我们怎么办 她这是用肚子威胁我们啊 李贤平的眼神 落在文书梅的身上 跟杜九是好朋友的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们还不拦着贤平郡主 若是她的肚子出事了 大掌公主会放了你们 杜九妹提醒那些下人 她们这些礼面 也很多是大掌公主安排的 之前来这里 大掌公主也曾经交代 务必要看好郡主 说是郡主出事 她们这些在身边伺候的人 也会丧命 郡主 一个比较体面的嬷嬷 上前道 这里护栏比较低矮 还是早些回去吧 李贤平见是母亲派来的 古嬷嬷说话 她不能拒绝 更何况她根本没想着 拿肚子冒险 她如此逼迫杜九妹 是想看看杜九妹 慌乱样子 然后趁机推杜九妹下水 破坏杜九的清语 刚才杜九妹的表情 已经进入眼底 她已经满意了 给边上的一个心腹丫鬟 使了一个眼色 同时她继续往前走 古嬷嬷健壮 赶紧上前拉住李贤平 杜九妹 文树梅退无可退 后面就是直到膝盖的护栏 心里大吉 李贤平无法继续向前走 杜九妹松口气 可就在这时 那个丫鬟上前 看上去是要扶住李贤平 可身子一歪 顶到了杜九妹的侧身 后面就是低矮的栏杆 杜九妹猝不及防 身体往后 文树梅伸手去拉杜九妹 可杜九妹被撞的力道太大 一起倒了下去 掉到了水里 小九 文树梅大喊 杜九妹掉到水里之后 经过一开始的慌乱 突然想起自己会游泳 只是来到大晋朝之后 没有游泳的机会 忘记了这项技能 杜九妹平静下来 滑动手臂 扶了上来 小九 你会求水啊 文树梅惊喜 她自己会求水 可带一个人 就不一定行了 杜九妹来不及 回答文树梅 对准备跳下水的子絮 子蓉道 把我备用的衣服 拿到另外一个亭子 子芹 你去那边 不用让任何人过去 破坏本姑娘的情欲的 别打死 但一定要打残了 子蓉子絮 见姑娘没有沉下去 这才想起姑娘会求水 连忙道 是 奴婢这就去 是 属下这就去安排 子芹纵身一跃 可以过去 可子蓉和子絮 过不去 子絮快人快语 怒道 不就是冲着 自己肚子金贵 逼迫我们姑娘吗 哼 既然你们不在意 我就拼了这条命 转过去 那我 我也转过去 子蓉跟在子絮后面 冲了过去 古嬷嬷 这事情要闹大 这两个丫头是要和郡主拼命啊 连忙拉开贤平郡主 让出了一条路 让子蓉和子絮过去 哼 子絮怒道 有本事 你别让啊 子絮的话语 气得李贤平浑身发抖 怒道 给我抓住那两个贱人 让杜九 一直在水里 子芹挡在那些 过来抓子蓉和子絮的丫鬟婆子 挥动手中的鞭子 抽翻了好几个 杜九妹和文淑梅 已经游到了 距离亭子两丈远 对着李贤平 讥笑道 李贤平 你真是一个可怜可悲的女人 你心肠歹毒 注定一辈子 得不到男人的心 一辈子活在嫉妒中 杜九妹原本 不想用这些的话 攻击别人 因为在攻击李贤平的时候 她杜九妹 也别想落着好处 可李贤平咄咄逼人 那她就没必要 口下留情了 杜九妹的话 听在李贤平的耳朵里 犹如炸雷一般 她平时里的确如杜九妹所说的那样 所以才会不由自主 做出这样的事情 李贤平浑身发抖 像是魔症了一样 对着杜九 骂道 你这个不安分的狐狸鸡 你不得好死 杜九妹大拇指往下一指 道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得到人又如何 得不到心 你就一辈子痛苦吧 你就是一个傻得不能再傻的女人 笨得不能再笨 你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配有好下场 更不会有人疼 杜九 你不得好死 李贤平颠弱疯狂 你才会不得好死 我就眼睁睁 看你的不得好死 杜九得意道 走 不跟这个疯女人吵闹 太过丢人 杜九妹说完 和文淑梅往对面的一个亭子游去 气死你个坏女人 古墨墨见贤平郡主 听到杜九妹的话之后 更加气愤恼怒 便觉得事情不妙 连忙劝解道 郡主 冷夫人和冷老爷 很看重您肚子里的孩子 万万不得有事啊 李贤平听了这话 顿时觉得肚子很疼 连忙捂住肚子 感觉肚子疼 隐隐有一股热流往下流 惊恐道 啊 我的孩子 古墨墨大害 赶紧扶住李贤平 躺在亭子上的长椅上 道 去叫大夫 找担架 就在丫鬟婆子慌乱之时 听到古墨墨的话 犹如找到了主心谷一般 立刻去找大夫和担架 河瑞大长公主 早在听到杜九妹 派过来的人汇报 立即带人过来阻止 免得两人对手 那杜九能在这时候通知她 可见并不想和女儿一般见识 可女儿倒好 一次次去找杜九麻烦 定是冷水寒心里没有贤平 所以女儿才会心里不甘 舍不得对付冷水寒 于是便对付杜九 没用的玩意 世心已经跟她说了 这样的情况 还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地位 优优独播剧场 Bak�